中秋節在本週五即將來臨 許多單位團體都陸續搬你活動慶祝佳節 而日前縣運有好也趁著竹山老人會月曆會的時間 專程前往關心長者 並獻上中秋佳節的祝福 我們南投縣老人會是我們大家最好的一個活動的組織 它會在特定的據點舉辦很多很好的活動 那在今天的話我們竹山老人會的月曆會 有好也特別來這邊跟長輩們請安 那在中秋節前大家在這裡面 大家也準備了許多的歌唱表演 包括舞蹈表演 讓我們許多竹山在地的一些長輩 大家可以在這裡很盡心很開心的聚在一起 那也藉由這個機會在我們除了感謝竹山老人會 還有我們的今天會長跟幹部們很用心的經營之外 那也在這裡特別祝福大家 中秋佳節愉快樂園團圓 大家健康也都快快樂樂祝福大家 仙韻友好長期以來對老人會的事物發展 向他關心與重視 他也表示會持續協助 竹山老人會來發展經營 希望打造出一個設備完善的優質場域 讓長者活動時更加方便舒適 現在的老人會的會館 那我們過去都會寫出許多的音響設備 包括友好樂手有提案說 他們在許多在音響的這種卡帶的版權 那是讓大家沒有後顧只有 和縣府出面跟那個版權公司去談 讓大家以後在這邊快樂唱歌沒有版權的問題 那同樣的就是在現在的音體設備 我們都會補充一些飲水機跟冷氣 那下一個階段的話 我們希望說盡可能針對許多老人會 如果有報需求的話 他們可以針對那個按摩椅的部分 或是一些運動器材來跟他們去做增加 讓他們能夠在這裡有一個最好的一個 全方位的舒適的 就是休閒休息的運動環境 議長河上峰肯定有醫院關心長者的用心 在此也祝福長者們身心健康常駐 中秋加節愉快 記者盧依凱竹上採訪報導